你的宝宝会叫你slut 他把我的那个名字 save sl 我们分手了 他跟我讲 你懂什么是sl嘛 slut hello 欢迎收看Kaki Chat 今天我们请了我们最喜欢的TikTok influencers 是 我是嘉薇 It's Pig 我是Cannoncers I'm Dewing and Wenshan at the same time 今天我们要聊很劲爆的话题 就是Toxic Relationship 和如何划清你们的界限 所以你们曾经有过Toxic Relationship吗 situation是算吗 或者只是来真正的感情 算 可是situation可以变成Toxic也是 对 我有一次拍摄了一个人 可是他是曾经刚刚break up而已 然后他用我做他的rebound 哦 回弹 哦 回弹 然后在那个床上的时候他一边一边 床上 他一边抱我的时候一边哭 我现在还不准备来 开始多一个relationship sorry 可是你们都上床了 对啦 so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你要set你的目的先 因为如果你们有不同的目的对吗 然后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期待 所以很容易被失望 哦 所以你是讲说 你那个relationship 你take it very seriously 对 因为是我 like one of the first 然后我是个like evergreen 你know 然后我很多期待 他很单纯 单纯小弟弟 Evergreen 那边是很毒的 what about you doing 我呢 我是 我十四岁的时候 曾经有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吼 身经病了 因为我是 Buddhist 对 然后他是一个 他是另外一个religions 可是他有我 换我的那个religions 他会 讲我的那些beliefs 不对 like you know 七月 但我会怕要去游泳 他叫我去游泳 我跟他讲 可是那个鬼吼 把我拉下水怎么办 他讲 You know your religion is stupid 然后他跟我讲 因为我拜佛祖 他跟我说 我在跟石头拜拜 然后 like 我觉得很root 然后你可以讲 我的Buddha是 I'm going to fail 有时当你在这种感情的时候 你本身都不知道 你自己在一个 很不好的感情 你有时也不会听你朋友讲 你其实不应该跟这个人在一起 可是 我就是 try了一年 but then after that 我们就是break up 因为他去找别的女人 只有回头看的时候 才可以看到是很不减胖 因为我跟你讲 我现在一个Foxy relationship 两年的 然后那个男的 at first他是白马王子 like Prince Charming 我每次看到他有会 腰骨子 I mean 就是腰骨子 I don't think that's what you mean 你不是说腰骨子 I mean I mean 你的腰骨子是湿湿的 And this way actually they already translated腰骨子 这是一个很 很 serious 很 serious 的 relationship 所以他很好 at first 你懂他们讲最大的 每次就会没有那么好 他就一直骂我啊 然后 guestite我 然后 让我觉得我一直做错东西 所以我每天meet他的时候 虽然我很爱他 可是我很怕 怕被骂 像我房间 肮脏啊 他就骂 他的red flag就是 他不喜欢我的朋友 就整天讲我朋友的坏话 so actually 很多red flag 这是一个很standard的 toxic relationship 然后我的朋友每天就想说 please please do yourself a favor 帮助你自己 please break up but I was so in love 我根本看不到 but now that I look back which was just one year ago 你这个傻孩子 为什么你还 这样子对自己 like you deserve better saying that right 你们有没有 be in a position where你们是那个toxic 而且我有耶 我们开始约会的时候 他刚刚跟他的前女友分手 我就跟他坦白讲说 如果你有联系他 我ok 只是你要告诉我 可是他就骗我 比如说他在 他打电话给他 他就跟我说他在睡觉 他就在帮他做东西 可是他就骗我说 这个是帮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因为他这样子 他就先破坏了我们的信任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越想 salvage 我们之间的爱情 我就变得越来越toxic 所以我就变得很 very controlling 我就很想知道说 他什么时候出去 他有时间的话 我就想要他配到我身边 然后我就会想 看他手机 因为我很怕他跟其他女生聊天 然后他就变不 好像科学有一个叫做 我这个是有去research的 这个叫做一连的类型 不同一连的类型 你怎样 对你这样产生这种一连的类型 是你成长的时候 你小时候你的家长怎样对待你 因为我本身是个痴疑类型 因为我长大的时候 家长给我的关注 是不是一致的啦 因为他们每次都工作 然后他们也是不知道 怎样给我attention 你讲到的时候会觉得 oh I have to fight for that attention 我会投射这种 expectations on你的朋友 跟relationship也是 其实我们会有toxic relationship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 不懂得怎么划清界限 其中一个就是emotional boundary 你们觉得有什么情况 就是你们需要自己 为自己画emotional boundary 什么 我经常是那种女朋友 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分享 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分享 我什么都说 但是我谈过那么多恋爱后 我学到不要什么东西都讲 直到我跟你越来越近 我才慢慢讲 为什么 因为我太多被伤害过了 所以我觉得 我拒续把我脆弱的英明 跟人家讲 我觉得那个 relationship is really the ticket 我的是因为 当我跟一个人分享 我的 intimate details 我会 产生感情 那时候好像是 只有两个很 close the friend 所以当我遇到这个男生的时候 我 我就是把我整个生活 like pour out to him 我什么担忧 什么期望 我未来要的东西 passions everything 我跟他说 大概两个星期后 他突然 like 没有什么原因 就没有跟我讲话了 没有回答 没有打电话 那我就觉得 like 我被伤害到 so 现在我不要重蹈覆辙了 我最大的 boundaries 是 ok 因为我 觉得我是一个很 like compassionate的人 所以如果人家跟我讲 就是他 or going to something i will be there for them 很多人 就会 take advantage of it so like 很多 我遇到的男人 每次跟我说 after like我们讲话 一段时间后 有时候我就会 帮他们还钱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每次 突然会跟我讲 他要自杀 然后就是 就是 我知道他们 you can be depressed but他们就会用这种 自杀 like leverage over you 就是 因为我自杀 你就要在我身边 因为我每次要想死 所以你就要做我要做的事 所以 因为我有这种经验过 现在我有这个 new rule for自己 就是 如果我跟一个人 我在跟一个人来谈恋爱 还是在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如果他开始用这种 like 用自杀来威胁我的 这种 like 方式 我就会跟他不要再讲话 yeah because I really cannot take it it's not good for my own mental health 所以 Gast Lighting 会是你们的 boundary吗 If I'm not wrong Gast Lighting 是 is making you feel your feelings are not badly 那种 他还有另外一个 form of Gast Lighting is quite common 是 你们两个 let's say you're not bad 明明是cadence的错 可是他会 讲讲讲 他会讲 just have a way of making you 觉得是你错 yeah honestly 我觉得 Gast Lighting is like definitely a clear boundary that everyone should set 我觉得很容易这样子讲 所以ok set这个 boundary 一happen我就cut me off 所以我觉得 the moment我一爱上一个人 right 我会一直给你机会 那如果是controlling 或者manipulated 的对你们来说呢 是你们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吗 有 那时候我 我晓得说有这个男朋友 right 我去那个Halloween Horror Night 我穿短裤嘛 可是不是那种Body Shorts 只是短裤 因为新加坡这么热 你知道吗 他叫我 他讲 为什么你没有穿枪裤 因为他讲我 太 scandalous 可是我只是穿T-shirt 跟Shorts而已 like typical Singaporean girl 你知道吗 我跟朋友拍照的时候 我要post在Instagram 你知道吗 我要做什么吗 因为他不喜欢 人家看到我的腿 right 我censor我自己的腿 oh my god yeah 真的很好笑 Imagine right 一个girl right posed the picture 他censor自己的腿 right as if那个是那个private part oh my god yeah I thought I ate yeah when你真的爱上一个人 like what you say right you really would be like controlled into thinking that oh我就是要这样 如果我不讲的话 他就不爱我 actually如果Lesson你没有censor right 你知道他会骂你吗 还是 他会叫我slat oh yeah 你的宝宝会叫你slat yeah 他把我的那个名字 save sl 你知道我 我以前问他 what is sl he can't跟我讲 something indotish what indotish 我们分锁了 他跟我讲 你懂什么是sl嘛 slat 哇跟你说 你不要complete那个文 跟你说 每次他add一个文 add一个 add一个 我很好奇他现在怎样 五年后 我 我在我的那个intern的那边做工来 突然间 他发现 他在这边like appear 我不是死人了 我现在在这边很多小孩子而已 你不是在这边叫人家 宣伤他们的脚火 然后我带他出去 我带他出去 你在那边做什么 然后他说 我很想你 我有一个motor cycle 到底就会回去吃饭 神经病啊 but other than emotional boundaries 其实有 physical boundaries 所以你们会为自己设什么病格 哦 要高要帅要有six pack 是不是在讲这个东西吗 哦 这个 boundary boundary sorry this is very good physical boundaries 我看过他 哇 这个hack world 蛤 hack world hack world weapon 蛤 哦呀 我 ok 所以我先说 我在跟Cadence Party 也在hack world 我们就看到这个男的 我已经知道 他是一个like walking right like open the picture 行走的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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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他说他说 wow you're so handsome wow Haden 走啊 你走过来 他讲 thank you are you really 我真的应该 我那天 i don't feel like being dashed 我的physical boundary 我不喜欢人家动我 if you want 你要跟我讲话 你come up to me like a normal person 跟我讲话 不要动我这样 我觉得physical boundaries 很跟那个self worth correlated 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 right i don't know 我的self worth 所以人家讲说 like you don't一点点 摸一点点 kiss一点点 我就ok ok 谢谢你是我boyfriend but now that i'm older 我最近有跟一个男的谈恋爱 then他有like hean讲 like要不要去 you know 上床 上床 and then he's a decent guy 可是我就想 我觉得i'm not ready 我又不是很认识你 so immediately 我set on the bottom hean讲说 thank you for asking i appreciate it but i'm not ready yet i need more time to看这个感情 是不是认真的 and 如果那个男的生气的话 right out immediately correct yes 这是我的sexual boundary ok我的时候 因为我们去party的时候 他们每次会玩那个trip or there 然后有时候他们会讲 oh I dare you kiss that person yeah kiss that person 但以前我少的时候 都like ok kiss you kiss but现在 right 我是有一个 beyondry 就是我不要like lorn on kiss one like我去club的时候 喝酒的时候 i don't even like try not to get too drunk because我觉得like like same thing it ties to self-worth right like 我觉得like when我一直lorn on kiss one的话 我怕like 我喜欢每人看到 会觉得哇 这个人我这么容易 like我不要 i don't want to be seen as wrong i don't think it's a shame to share like 人家一定会cancel的 but以前我在club 也是这样子 就是lorn on kiss one right then until我有一个名称 我的 nickname很famous的 叫bacuum cleaner yeah 就是 oh my god 吸尘机 吸尘机 like but ok honestly I'm not ashamed of it because like it's in the past i have grown from it but我每次去你住 我就会讲 姐姐bacuum cleaner来了 yeah so我就会like you know just like yeah your vacuum cleaner era is over yeah it's over over yeah but we learn from it 是like 那种年轻人我们都会讲 like it's our body our choice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你是可以要做 你要做的事啦 可是你讲讲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啦 可是你是看到他出去 浪浪亲人的话 你还会喜欢他吗 你还会要跟他在一起吗 like it really just like hold you back 那如果是跟其他人的boundaries 你们会有吗 比如说你的另一半 有ex啊还是他的朋友啊 你们会有set什么boundaries吗 你们ok你的男朋友 还是女朋友 跟他们的ex联络 是个吃醋的我不可以耶 不太舒服 不可以 我本身不太舒服 因为我觉得like 每一个relationship 都一定会有一个lasting impact 在他们的心里的 对 所以cut的干净一点点 我本身如果爱上一个人啦 他会在我心里一个很special的place的 如果我有一个新男的男朋友啦 out of respect for他 他会知道 this person was once a very special person in my life so I don't want him to feel jealous I don't want him to feel uncomfortable so out of respect 我就不要跟他联络咯 ok那girl best friend 你们呢 我觉得我不能够share我的guy 我觉得我好像很selfish ok maybe unless 那个我的男朋友 有make extra effort to让我meet那个girl build一个trust 跟那个girl做朋友也是 then maybe ok 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那个girl best friend 是之前她的exe 还是someone that 他 used to喜欢 yeah or like someone that 每次都是这样 因为我相信的是 if they can fall in love with them before why can't they fall in love with them again 以我的今年来 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 然后他有这个 呃女的朋友 ok deep down 啦 我有一个感觉 这个女的朋友 我喜欢他 因为我有看过 这个女的喜欢别人的男朋友过 其实我每次跟他讲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跟他出去 我觉得like i don't like it i'm not ok with it you know 跟我讲中你知道吗 after我们分手了吼 we didn't like one two months 他们两个一起上床 够别的哦 yeah 那如果是personal boundaries呢 就比如说你的时间啊 还是你的空间 你们会有这些boundaries吗 嗯 我是那种我不可以每天见到你 我也是不可以每天跟你讲话的 有些天啦 我只要自己跟自己讲话 wait 别吵了 yeah 我跟自己讲话 um 我要跟我like 可能我要跟我家人 呃 expand time 还是我其他的朋友 and我需要一个partner that 会给我这些时间 因为有时 我有我以前的男朋友 他们有时会like 啊为什么你没有给我attention 为什么你今天没有跟我讲话 是不是你有别的男人 别的男人你屁啊 我都没有时间 其实我发现啦 有时这种东西啦 是我们自己create的problem 因为咯 我的tendency 是when我date的时候 honeymoon period 我会一直很想看你 我要每天跟你在一起 我要跟你sit sweet on the bed I mean not on the bed I sit sweet everyday 他很喜欢床 first start to be very close almost hang out everyday after that有一点累了 然后prefer要有一点me time then that's when when你开始有distance then你的partner就会like 是不是你有男人 为什么会有落差 为什么会有落差 所以我的take away and learning from这个是 我要make sure我 如果谈性的恋爱 不要一开始就这么honeymoon yeah 要tone down so I'll be more consistent and long lasting 我刚好是你们的相反耶 因为我是那种 very overly attached的 然后刚刚好我男朋友也是跟我一样的 所以 we are on the same place we are the same boundary 所以我们就每天见面 我们就很开心 我是overly attached的 对不起 你每天见面 是很开心 I'm anxious attachment 我是overly attached的 可是我知道 那个love the higher it is when it crashes it will be more painful oh 别怕受伤 对 比较受伤 对 比较受伤 对 比较受伤 比如说你build一个building day 如果你直接 到25 25楼对吗 when you drop right 肯定会死掉的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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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你有like proper foundation slowly build up 你可以slowly walk down the steps then不会 hurt as much yeah 那如果设了这些界限 可是还没有用的话 那你们觉得是什么时候 应该结束一段恋情 我是听宇宙的 蛤 like universe 宇宙 怎么跟你说 我是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因为人家以为我是神经病的 可是 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是 犹豫不决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矛盾吗 所以我睡觉之前我也会pray 因为我们梦的时候 对吗 我们自己的subconscious会出来 告诉我们 心里藏起来的东西 藏起来的感情 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让我自己的梦告诉我 我真实的感受是怎样 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上次人家讲slip on it right it's actually effective the way 我 看不到我在一个感情 是应该继续还是不要继续是 firstly 我会写journal like for example 一年谈恋爱 我会like ok now versus one year ago 我现在比较开心吗 我现在有没有一直在哭 我到底有没有 他有没有把我最好的优点带出来 然后我会问我朋友也是一碗条丁 because我觉得旁观者情 that's a very good point I've never heard that perspective before like you ask you身边的人 你有没有改变in a relationship 因为你可能没有like observe到自己 观察自己的情绪改变 可是你身边的人会告诉你 oh you've become more angry and more flustered nowadays you know I would look at this in a very big scheme where I would think like 我要他做我的老公吗 yeah 我要他 我要他 我要生他的孩子嘛 yeah 如果我变的话 就不该这样 你会想到很远很远啦 yeah because like 我是要invest我的那个long run and如果 I cannot see myself be with他的话 然后我就跟他讲 ok不要啦 那对于那些可能正在 正在经历doxic relationship的人 或者很迷茫的人 你们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 如果你在一个doxic relationship 你trust me 你是不知道的 而且你的朋友 你会以为你的朋友 会一直叫你break up 还是有些人会觉得 诶 你的男朋友好像有点问题 Please listen to them ok 去reflect一下 然后问自己 到底开心吗 every time I come out of a toxic relationship 我妈妈每次都是第一个跟我讲 这个难道 不行 可是我都不会停他的话 可是 every time after 我分学的话 他会跟我讲 你看啦 你自找的 讲真的 right 很多时候我在这些toxic relationship I did have the choice to walk out but我没有 因为我要笨笨的 然后跟他在谈恋爱 whatever but 就是说我讲到的 I never want people to tell me oh 这个是你自找的 because I want the best for myself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自己学的 不要自找麻烦 my only advice is see people for who they are and don't stay for potential yeah like be very objective 你不要想 他会为我改变 他会为我变成比较好 因为this is not certain and如果他要改变 他已经会改变了 他不会未来才会改变 you know what I mean 哇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第一你要先identify 自己在一个toxic relationship里面 yeah then 第二 try to get out of it 因为我觉得 世界上没有唯一啦 他可以让你开心 别人可以让你更开心 更开心 对对对对 我听过一个quote 世界上没有最好 最漂亮 最聪明的 只有更好 更漂亮更聪明的 wow 所以世界 世界上没有最适合你的 只有更适合你的 上一道步足踏出去是最难的 but the moment you踏出去 真的 yeah almost there just keep walking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你们学到一点东西 然后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留言 订阅 bye bye 有很多人会讲 哦 我要剪她 然后跟她 然后手 有closure 可是no 我们have no time for that okay 我不要你 我就是不要了 我是text 因为我觉得你me 你还要做那个drama 那个酷啊 什么gwam gwam 那个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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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明明 check nolly 그러니까 明显 你 你 想干什么 你 想干什么 你 我 似乎 你 你